我们的净料和出料系统总共有四部分组成 第一个是玄针的主机 第二个是真空泵 第三个是出料的计量泵 第四个是出料的控制 总共有四部分 首先第一点我们要净料 首先尽量的话是整个全针的整个系统的话 所有的房门要关闭 让它里面形成一个负压真空 然后把镜头拉进来 把镜头拉进来 前面的房门都已经关闭 那么现在关闭这个房门 这个房门的话就是真空泵和系统的连接 这个是连接真空泵 这个的话是连接系统 然后看这个地方的指示 这里三个方向 这里进来 往这里去 这个地方是封闭的 这里是封闭的 好,我们开启这个系统 看到这个负压表 负压表往下 形成内部真空的时候 达到一定的值 达到我们 这个泵应该能够抽到负25 好 达到这台泵 能够达到的这个真空最统值 那么我们把它进掉 进掉的话 首先是这个房门 我们要从正根管子进 正根管子进 那么这个房门的话 是要这样就从这里进去 这个地方是封闭的 然后再打开这个房门 然后再打开这个房门 好,封闭就直接进了 好,封闭就直接进了 封闭就直接进了 好,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封闭演示 那么我把这个房门关掉 把这个房门关掉 把这个房门关掉 然后把演示出掉 那么出掉的时候 我需要把系统的真空放掉 把系统的真空放掉 把系统的真空放掉 然后再打开这个房门 床的真空放到这里 好,这个房门就在这里 好,这个房门放在这里 然后再打开这个房门 把这房门关掉 內部到長壓的時候 然后把这个房门关掉 然后这个房门 这个真空笨 是这样通 这样通 这两个方向都是关闭的 然后这里下来 下来的话 这个房门打开 从这里进来 然后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房门也把它调整过来 调整到这个方向 那么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 从这个口直开始 到真空笨这里 它是形成了一个负压 就是内部真空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形成真空以后 那么 形成真空以后 我把这个 这个房门 打开 把这里 关闭掉 没有关闭 就这里下来 然后我把这个笨开起来 把镜压笨开起来 再运转 然后打开这个房门 要注意一下里面的液怒 这里过来到这里 这样通 那这样就是一个出料 好了 不许多好 我需要 我需要 给大家一个 的